互联领馆处一年一度的植树月正苗列车 今天是来到玉里工作站 分别在玉里以及副里两厢镇来进行 不少民众就准备了近百张的发票排队兑换领取 而站主任许方家表示 由于多数民众都喜爱会开花的桥灌木 也因此如山莺花、田袋石石斑木等等的苗种 几乎都被秒杀领取 结束了上午在副里乡副茶堂发唤苗木活动后 花莲领馆出玉里站 下午则一时到站前花圃广场来举行 每位民众几乎准备了上百张的发票来兑换领取 尤其热门的树苗花卉 不到十分钟就被领取一空 好就往后走往后走 石斑木 石斑木啊你喜欢吗 你喜欢你拿了你弄几张发票换的 三张 对因为它顶牙还在 那个十六颗十六颗 所以我得到金子 两个袋子 两个袋子 你看你要修成什么样的形状 发正苗木工作站人员还不忘传授 民众植树浇灌照料的知识 植树月花莲领馆处玉里工作站 今天分别在玉里以及副里两厢证来办理证苗活动 总共准备了13种台湾原生种的侨观木苗 适地适种又好管理 大家都很踊跃 其实我们在选的植树节的树苗 都是适地适木的树苗 适合在地所种植的树苗 那其实就依照一般的种植方法 那定期的交税 那施肥就可以了 其实它是好繁养的 三张纸本发票就可兑换一株树苗 因此不少民众循环兑换 甚至还有来自邻近台东池上乡的民众 专程来领取 站主任徐芳嘉表示 由于多数民众喜爱会开花的桥棺木 因此如山樱花 天带式石斑木 铁东青等苗木 几乎都被秒杀领取 就随便啊 不要超过像树这样了 所以你都是 可以矮一点的这样就好了 大家都喜欢上樱花你有选吗 樱花 樱花 没有樱花 工作站总共办了四个场次 那包含副里玉里工作站 然后还有瑞穗以及风滨天主堂那边都有 其实大家喜欢的树种都是喜欢会开花的 那特别是花的颜色要比较娇艳的颜色 那林务局近几年都是推展台湾原生种 那其实台湾原生种里面也有会开很漂亮花的 比如说像是铁东青 然后或者是山樱花等等 花联领馆出玉里工作站 这一次承办四场次的镇苗活动 错过今天在玉里以及布里两厢镇 兑换苗木活动的民众 玉里工作站明天16号的下午3点 也将会在瑞穗生态馆来镇苗 也欢迎乡亲民众拿发票来兑换 捐发票做爱心响应植树镇苗行动 共同打造花莲生活圈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 好